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今天请教江医师 其实这几天温度常常 随着冷风下来 就一波比一波低 那你说其实低温 如果稳定不可怕 比较麻烦的是温差很大 因为有的时候 早上的温度可能10度以下 可是中午有太阳的时候 它可能拉到20度 温差一大的时候 有些人的身体 并不一定有那么有弹性的调节能力 没错 人是一个恒温动物 恒温动物有一些优点 不过也有一个缺点 就是说其实我们适应温度的变化 我们事实上是常常会来不及 像我有一个病人 他才四十几岁 那他有高血压 控制不错 那糖尿病也控制不错 然后有一年 他就到这个山上去登山 然后他在这个半路上的那种登山的山庄里面 他就因为温度晚上 因为山上可能降得更快 山上温度很低 就他突然降下来 然后他就胸痛 那他们有联络的方法 就赶快联络山下 那因为那个还是有一定高度 那个救援队要上去 又要花时间 救援的人要上去不方便 那如果生病的人要下来也不方便 那时候天气又不够好 所以直升机没办法掉过 就要靠那个山清要上去救他 就人到的时候他就走掉了 所以事实上温度低 你可以看台湾做过的研究 以台北做的研究 1999年到2008年 这个十年的数据 如果温度降十度下来 两个礼拜之内 寒流相关的死亡 像心脏病等等 会增加36% 那你会觉得这个数据 到底好或不好 你看另外一个地方 香港 香港跟我们的温度中位数是一样的 我们18.8 他18.9 大概差不多 因为他比较难一点点 他掉十度之后 他两周的死亡率增加45% 这个也是我们的医疗成就 真的 因为其实代表说 表示台湾的医疗比较普及 而且便利而效率 迅速 对不对 尤其像这种急症 就是很快的速度 那另外有一个数据 跟我们讲说 温度每次掉一度C 他的心血管的这个发作的机会 会增加2.6% 所以这个代表 我们人这种恒温动物 其实对适应温度 其实不是很厉害 那给大家看一看 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其实冷热 只要你适应都没有问题 最怕的是温差的问题 那温度降低的时候 你们要想象说 所有的暴露在外面的部位的血管 就要马上收缩 对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血管一收缩 你心脏要把血推出去 你要花的能量就更大 对 那就会承受到一定的压力 所以的心血管病变就会增加 然后同时最出名的就是脑血管病变也会增加 那哪些人会特别容易碰到这种事呢 其实就是固定的那些比较心血管疾病发作的高峰群 像很老的人 我们也知道老的人大概八十五岁以上 其实不容易死于癌症 因为八十五岁以上 该得癌症就早就得癌症 可是他那个血管就跟老的水管一样 他用久还是会慢慢晒 落化了 硬化了 脆化了 所以老人就是一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是烟腔 吸烟本身会破坏血管 这个大概没有人有疑问这一点 然后太胖的人 这也是个问题 那少数的人是因为他家族遇传比较不好 或者他家族群聚性吃东西很脏 比如老是吃这些什么炸的烤的东西 这种人也会容易因为温度变动 然后心血管疾病就发作 太太就去厨房煮早餐 那就听到那个卧室 他现在好像起来的声音 就是走两步 突然间一个大声音 蹦一声 什么事 就没有人回答他 就跑进卧室 他先倒下来 然后叫的时候已经不清楚了 那后来就赶快叫救护车 那后来晕到医院来的时候 我们电脑站一看就是脑出血了 那可能是因为他那个房间 事实上没有开冷气 然后他盖了 盖了很好的被子 然后早上起来 你就把被子掀开来 走出来 那这个 温差大 温差就会太大 你知道吗 那温差大真的会造成问题吗 其实日本人做过一个研究 他说你房间 如果一直在比较冷的状态 在清晨 温度低十度 你血液会增加八点二 那血液八点二可能对正常人 年轻人小孩子都没有感觉 可是你要晓得有些人 他的心脏处于边缘状态 你这个八点二的负担 他就不一定撑得过去 另外研究说 你温度 房间温度降一度C 猝死的机会增加五点六趴 这不是可以忽视的比例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 很奇怪就是我们人 因为我们人等于从非洲发源出来 所以他对冷的适应 虽然在努力中 可是对冷的适应 其实是有问题的 你可以看到温度 如果人一直处在低温的环境里面 你的selecting 所谓的选择数的量会增加 那选择数他不熟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会增加 在血液中巡行的这些血液细胞 不管红血液 白血液 血小板 他会粘在血管壁上 所以他会是造成你粘腹的一个风险 那很有趣的是说 你在冷的环境中 连血液中的内毒素 他也会增加 那内毒素增加 就会影响到最后面这个东西 叫做血栓树 那血栓树顾名思义 他就是让你的血小板活化起来 然后形成血栓 把血管堵住 那造成死亡 所以为什么在冷天的时候 如果长期待在很冷的环境 对你就非常不好 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维持一个人的健康跟安全 到底什么温度是最好的 因为你温度开太高 其实也不见得有利 你温度太高很耗冷 那第二个问题是温度开太高 你跟户外的温度温差更大 你要不要出门 你不可能整天都在室内宅在室内 那在这个研究里面发现 如果有肺病的人 他最好冬天的室内温度 最好维持在二十一度系 那如果是心血管疾病的人 维持在十八度系 那算至于说 如果健康成年人来讲 其实十八度到二十度都可以接受 这很重要 因为其实我前几天看那个新闻 有人在报说 他请那个 那个什么冷气达人 就是要讲说 这个电缆器要开到几度 那他是纯粹站在节能的观点 他说你要比外温加五度 可是你从这个研究 你就知道可能不适当 因为外温冬天 我们可以轮到八度 那你加五度十三度 跟这个十八度 还有很大的距离 那对于这个六十五岁以上的这个慢性人 在这个研究里面也认为 最好能维持在十八度以上 可能会比较适当 那婴儿房 温度稍微低一点点 可以到十六度以上就可以了 不过的确是说 在很低温的婴儿房里面 小孩子的时候婴儿猝死症 也会增加 真的 对 所以控制温度 室内温度 其实是人民的一个必须 而且是健康上的有利的事情 那有一天 有一次冬天 他们就是华人办活动 那就是类似要过旺年会这样 那就进去里面 然后他进去里面 都已经走汗而乐 突然发现 哎呀 他有个礼物要给某某人的 忘记带 那你知道吗 他们美国进那种餐厅之后 因为冷 所以他就有外套的 一套衣帽间 那个就要给人家小费 然后就把衣帽给人家 那他说要去拿礼物 他就想说 哎呀 那又去拿衣服 到时候回来又要发小费 就算了 就是反正很短 就在停车场 走出去 那走出去 然后拿了礼物 要走回来 在路上 突然就胸痛 然后进了餐厅之后 就赶快叫他太太 然后后来就叫 那一万万 然后赶快来把他载走 就后来的确是心肌梗塞 他为了省 省小费付大钱 在美国医疗费用 其实是很贵的 而且他急诊急救 是很恐怖的费用 冷的天气 你要注意你这个所谓的容易散热的部分 你要把他保护住 那什么地方容易散热 你知道吗 头啦 所以要戴帽子 对 六洋魁首 你知道吗 头的血液供应很高 所以他就很容易因为这样而散热 然后呢 什么地方 脚还有手 对 枝端本身很容易 因为没有被遮盖 很容易散失热量 枝端温度低的时候 其实会增加 进一步增加你的血压 让你的心脏承受更大的压力 另外一部分是颈子 颈子这个通常也都是裸露部位 对 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戴个围巾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那大家容易忽视的是都穿好衣服 可是肚子 你不要穿太少了 肚子有时候肠胃道的功能 都会受到影响 因为我们的肠胃蠕动 他也需要有适当的温度 他才能好好的正常的蠕动 对 那不然的话温度太低 他整个就跟你停摆 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 保暖还有计较这个时间 什么时间会产生温差 就是你需要保暖的时候 尤其是很注意 老人家要注意的是起床的时候 被窩通常很暖和 老人家通常会很生气 暖气都关掉 对 那所以你一起床 那个温差可能比到室外的温差更大 所以你最好是一起床的时候 你可能要披衣服 甚至戴帽子 对不对 然后你可能可以喝一杯温水 那温度跟你的外面比较接近 可是不要一下吊太多 那出门的时候当然要注意 出门的时候有很多人 在冬天的雪国里面 常常一出门就心肌梗涉 就因为温差太大 所以出门当然要注意保暖 另外比较容易被忽视的是 进室内的时候 进室内的时候 其实会温度突然间拉高 所以大家的习惯应该是说 你要进室内室外走动的时候 你要在门口停一下 让温度有一个这个缓冲的余地 不要一下冲到温度差很大的地方去 免得产生心血管的意外 就像这样一样 好